在現在面對未來,即是國安法通過之後,香港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開始多朋友想移民,即是種種原因,都有不同的方式去避免 以我所知,你已經想過了,最後你決定留住在香港,起碼留多一會 現在你的新的崗位就是你會希望離開大學,專注回應社會上很多人移民 有很多老人家更加需要照顧這個形勢,可以分享現在你的想法是怎樣的 其實我自己就一直在大學醫學院做解剖室的管理和遺體捐贈工作 所以本身對於死亡,即是無論我正職還是我公余做生死教育 其實都是離不開這個議題,基本上 但是我覺得經過19年的事情,到去年 當然,其實我有很多前輩 他們都不是政治上很明顯的人物,但他們都會勸誡我,因為我都有說過一些說話 雖然我不是去抗爭的,但我事實上都說過一些說話都未必是適合的 所以其實我曾經有想過這件事 我還跟我的朋友說,如果你有老人家 因為六年前在經濟學院做過一個死亡質量調查 我就介紹他,我就說 哪裏呢,你的子女讀書好一點我就不知道 但如果有一天你移民了 你想帶你的父母恩親過來 有幾個地方是挺適合的 例如香港人很熱門去的英國 或者是台灣 或者是加拿大澳洲 其實這些本身都是挺好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講完之後發覺不可以只想起子女 也要想起自己父母 我去年疫症期間也做了很多獨居長者的探訪 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疫症期間死亡 他的死亡不是因為疫症 因為疫症可能缺少了很多社福機構的支援 可能是陪診甚至乎去飯堂吃飯 或者有些物資送飯 或者是平時有義工探訪 甚至乎他應該要去覆診 因為他怕去醫院不覆診 或者他真的病得很厲害很痛 他不夠膽去醫院 因為他覺得去了醫院 因為當時疫症醫院應該是不給探訪的很多家屬 他們怕真的沒有親人送中 甚至乎是進去醫院 是等不及家人回來 因為家人如果不是在身處香港 根本是不能回來 我也試過有些個案 很多子女在97年之前移民了 他自己就留下了 但是子女真的不能回來 或者我有些個案 子女在去年 其實剛剛離開了 但剛剛老人家出事 我覺得我做過這些案子之後 我就有幾大感受 覺得 將來香港會有更多我這一輩的人 我也有個女兒 其實是會移民 但是我們的父母可能 其實都是六十到七十歲左右 跟香港平均現在八十四歲來說 其實還有一點距離 但是其實我們的父母慢慢在 他們現在叫做年齡的年紀 但是到他們步入OO 真的七八十歲 真的開始有長期病患 事實上我們香港公立醫院的醫療制度 不是真的那麼照顧到 急性是會照顧到的 但如果是長期病 不是很少會照顧到 起碼排期排很久 還有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去到臨終到 過身 母親人在親邊 是挺麻煩的 我經過去年見過很多不同的個案 尤其是我本身做遺體處理 我有對殯儀認識的背景 我不是真的 很熟悉那些 很傳統方式 搞殯儀的事情 但是 最近我成立了一個社企 叫做一切從簡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這些東西不是簡單到變簡陋 而是剛剛好 夠用 異課 而是特別給一些弱勢社群 基層 或者拿中緩的人 或者殘疾人士 甚至乎 因為我之前有幫過一些 未夠二十四周的 劉產英的團體 都做一些 社會議題的充權工作 特別我想幫助多些弱勢社群 在他們臨終或者到身後事 安排上可以做多些功夫 或者 子女有時 就算是移民也好 我覺得 真的 不是幫自己做生涯規劃 可能要幫你還在香港的父母 是要做一些 不要說臨終 就是晚程 我們叫做晚程的規劃 尤其是如果你不在香港 其實真的要認真 跟家人談一談 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現在我有些社福界的人 去跟我一起合作 去幫忙做 我都希望這件事 是 真的 做到 特別幫到 這一幫人 我覺得 我知道他們 不是很傳統的人 但我覺得 都要有一些支援 可以特別給到這一幫人 和一些在香港本身的 弱勢社群的病人或者老人家 其實 說回你入行的時候 你應該就沒有想過 去到 社會的介入面 是這麼深的 我相信 都是一門專業 坊間都會 仍然有人覺得 死亡很神秘 或者是 每天對著遺體 那是不是 不是那麼 隔離 一定是有人這樣看 但我相信 你入行的時候 應該都是覺得 這是一門專業 當然 幫到人了 但會不會是 2019年的運動 令到你 發聲的刺 多了很多 大家都知道大學的環境 一定會保守的了 一定會有一些 種種人士 會說話 可能會覺得你已經叫做太王 那會不會他都是 不經不過間改變了你 令到你現在 離開了大學 就要另外再搞 一些人生以前 可能你都沒有扣押過的東西 那你 怎樣看你這幾年那個改變 其實我2019年 就有幸選到傑青 其實我去年20年 都選到紅十字會 香港人道年長的 那 但我兩次 其實我兩次 去見 去面試 我也有表明我有這個 自立場 那 但他也有選我 那我覺得 所以他們選到的人 可能大家覺得 是男的 但是他們的人 都還有一定的中立性 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評審那裏 那 我自己 當然啦 就算我有說 我是比較黃的 立場 其實都不是比較黃的 不過 我想在表達上 我都是 希望 其實都是 愛過香港 亦都是 希望 就是年輕人 是 有出路有發展的 但我同時都希望 中年人的 就是做照顧者 因為 上有高堂下有妻兒 還有 現在香港老齡化 其實你60歲退休 你不是真的休的 可能你還要照顧一個 七八十 即八九十歲的老人家 所以 那個時代不同了 我當然站在年輕一邊 但我覺得老中青其實都要 照顧 我自己二十多歲 入行做死亡 這個議題工作 二十多歲已經不斷會面對 不同 種類的死法的人的遺體 大部份人都是老人家 當然也有很年輕 嬰兒子 很有名的人 很有錢的人 所以我想 我做的時候 這些工作 令我看得化一點 所以我反而令我大膽 其實我沒有那麼介意 人怎麼看 所以 剛才你說 可能大學 都會變得越來越保守 其實我不是 那麼介意 他們怎麼看 我離開 很多大學都不是 就是 逼我走 不和我續約的 我覺得人生走到 四十而立 我覺得我都要 就是我都要不斷去想一下 其實我有很多困壞的 可能四十歲都還有 但是 就是 以我做很多同死亡 或者面對遺體的時候 我覺得 有時候 去到有一天 我都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死 或者可能 或者 我想為我自己將來計劃很多 但是 都是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就是因為我看得太多 反而我個人還放得開 那 所以 就是我當然 我明白 有人可能這段 時間 有不同的改變 可能 跟政治的環境有關 但是我自己 我覺得 我反而 只要不是太影響到我 就是妻兒 我又覺得 我是 就是會 更想試 去做 不同的事情 都不 需要特別介意 人 怎麼看 都是做自己覺得 因為 因為 我們做生死革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有看過一些研究 就是問那些人臨終之前 會後悔些什麼 就是美國 或者 日本 或者台灣 其實都有做 很多這些 研究 基本上 就是 一些臨終病患者 如果他更清醒 去說 他 怎麼看 有些什麼後悔 通常都是說 我有想做的事 未做 想過生活未過 但是 同樣地 他有些 所外的人 沒有真的 跟他有好的關係 經歷 我覺得 這是我要平衡的 我有新的嘗試 但是可能跟家人的關係 有不同 有多人可能選擇這個時候 放棄 離開 或者覺得香港已死 我是一個 講死亡的人 其實我心目中覺得 香港是未死的 但是 我曾經有想過 香港未死 其實香港是不是有 認知障礙症 已經開始 認知障礙症 就是對 自由民主的認知有障礙 但是我後來想想 覺得又不是 其實香港不是 因為認知障礙症 是慢慢出現的 我覺得 香港好像中風 香港好像 突然間 19年大家爆一爆 然後中風 但是中風你可以 扔老人家入 老人院 但是也可以好好照顧他 那我選擇 想留在這裏 好好照顧他 照顧到 我都沒有辦法承受為止 那這個是我 想做的事 中風和比喻都比 中風都很難 就是 怎麼都沒有可能 去再變回以前的 其實一定是 明白 不過這個大家都 一心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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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想去分享,看看未來一段時間,相信你會去投資剛才你說的新的題目 你會不會覺得新的政治環境,就算你只是想做社會福利和服務,會不會那個空間都會變小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社工在政權限中都是很黃的界線,社會福利又不聽話 現在是否都要整頓的對象,或者你的朋友們,會不會連這一方面都擔心? 我自己就很清楚的,因為我自己另外一個會叫香港生死學協會 那就是一個非牟利團體,我現在做這個殯儀社企 其實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公司要去營運的公司,要支付盈歸要賺錢 其實雖然他有一些基金的資助,但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雖然我說是社會責任想做的事,但事實上是社會有這個需求的 因為本身香港那個殯儀也不是很透明,收費也比較參差 大家去處理家人生後事,雖然香港人消費很喜歡格價,但去到辦生後事又未必會貨給三家 那時候你未必會有這樣的心情 但是我自己因為除了香港的殯儀業,我雖然未必最熟悉 但是反而我自己研究很多外國,甚至在台灣,東南,日本,這些文化上比較近似 其實你看到後面那些書講殯儀,這一堆就做殯儀的書 上面另外有一些,後面有一些講哀傷輔導 其實很多這些書都是台灣書,其實我們香港反而是一個這麼一線城市 我們不是很開放地去討論這件事 但是當我有新的嘗試去做,我覺得那個市場又會有人有這樣的需要 他見你是有一個生死教育背景,或者你有一定的專業,或者是你的服務上是透明 亦都不會說所謂居到一頸血,趁你哀傷的情緒有病,拿你的病就不會 當然香港也有些人做殯儀都做得很有良心 但是我真的見到是少數的 所以我自己,我不可以說其他人就是無良 而是因為本身管治的制度上是太過陳舊 我只可以說,例如台灣做殯儀 台灣的殯儀改革是官商學三方面同步的 就是政府幫助,學術上,在殯儀商業上是大家一起共同去研究發展 但是香港就不是啦,因為香港是政府可能是聖環署就管 但實際沒有其他特別聲音說要改變改革 所以我想我只是在市場上提供多一個選擇 而我猜可能有人一定會提供我做的這件事 但是我也不要緊,對我來說是一個嘗試 我覺得都是做對的事去做 你很熟悉的業界,一般朋友就不熟悉那些關係 所以我嘗試理解一下,你只是在石環管這份行業 然後有很多業界的人可能在世家 然後他們有種種的負責興趣,也未必與時應盡 政府和他們的關係又千絲萬縷 社會又不能實現到這件事的重要性 所以就有一層幾歲這樣 現在你是希望要打破他們的 我又不敢說是記得你的集團 但是這個現狀,這個 status quo 但是因為現在這樣的政治環境 任何牽涉到觸碰到記得你的集團 或者是這些人士,也有可能有不可差的風險 但是因為你也反正覺得這些都是需要做的事 也不會這麼忌諱 我聽來黎聞的理解就是這樣 是的 我覺得當然我不是什麼改革者打破局面 因為香港有120-130間殯儀公司 我只是可能新成立的其中一間 尤其是因為我是特別主要做小社群 或者可能會做一些想簡單點意識的 美好 可以安穩的 可以好好度過 我覺得我不是做那種很傳統的 用很多方式去做 很明顯我做這些單 一定不是那些做大錢的單 你說是不是很踩到他們的幾多利益 我又不太覺得我那些行為 但是我自己 我只是特別 要賺大錢一定 香港人是很厲害的 要賺大錢有賺大錢的方法 但是既然我剛才說 既然選擇留下 而且我也想我是沒有遺憾 當然社會再怎麼發展下去 是不是我很想留下就一定留下 其實是不知道的 所以當然我也不會做一些很拼命 或者風險很高的事情 但是我只是覺得 如果連小小的這些事情 都是有不同的打壓聲音 我覺得我暫時是看不到有的 可能做下去就不知道 不過我想 因為我自己也希望特別是做這些弱勢社群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是有社福機靠跟進 我覺得如果我們可以透明度高 一個小公司這樣做就已經可以了 我覺得我身邊可能一些社工或者輔導員 其實我只是給他們機會一展所長 還有事實上我在其他世界各地 我都認識其他地方做殯儀的人 他們說其實那些地方聘請人也是很難的 所以如果我訓練到年輕人 而他們最後想專業移民 應該也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這個是不用看什麼學歷 說真的 你想一下這個也是挺好的選擇方向 我聽幾十年前的報告就不久了 我印象圍體化妝師或者收割師的 專業移民的評分是極高的 無論是門檻最高的國家也好 不過我想這個純粹是太話 我自己本身是英國的住客遺體防腐師 所以你說我自己當然去到英國還是英聯邦體系 是不同地方要去都去到的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訓練到一些人 如果他選擇留在香港的 可能給業界都是有些新血 或者有另一種的人去做另一件事 其實都是給這個地方多元化一些 和消費者多一些選擇 而這個消費者就是喪生者 但是如果他最後覺得 他本身沒有什麼技能 讓他專業移民得到 或者可能學到一點點 而出到去 我都不介意的 如果他想認識一下的話 但是這一刻我想 又要經營這個又是書店 又是一個殯儀公司 但是我覺得如果 香港其實有很多弱勢社群 香港七百萬人的地方 我不覺得香港是很有錢的 香港政府很有錢的 因為香港還有一百五十萬人 是貧窮線以下的 所以香港每年大約有四萬八千人過身 流產英每年都有幾千個流產英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在香港 暗角或者灰色地方暗處 是見不到的人 但是其實他們的需要都是很大的 所以我覺得希望特別幫 我想我不會一間公司幫得完 我想我起碼帶出了一些新的意念 在這裏去做的時候 而是大家又可以看這件事看得不同 不是一個禁忌諱 以前的人可能做殯儀是不會夠膽 跟別人說我是做這行的 但是我二十多歲入行 我已經不斷跟別人說我是做這行的 所以我覺得之後有的社會影響力 都是慢慢地建立出來的 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雖然說我是在醫學院工作 但是其實我讀書是 我是讀藝術和設計出身的 所以怎樣做漂亮的事情 形象怎樣去包裝 怎樣去做Marketing PR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再想一想 令到大家對於死亡 或者對死亡行業的人的忌諱減少 其實我覺得也是在幫助大家 其實也是 今天就很感謝你分享 我想都令到大家 我相信現在有少許會接觸到 現在去到香港這個環境 無論什麼立場都好 都要想想想想 包括好切分的 這個也是一個大面積 大家都需要知道 希望學習方位努力 好,謝謝你 希望可以 心灰也看到 不用等到死亡那一刻 是的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悲哀的 看到真的有這些人的過身 如果是不同的事情 但是 其他人都是有一死 但是我覺得 如果大家看回頭 是努力過 是無悔 那我也希望大家 可以看到一天 或者 或者 等到自己死了 才有人紀念 我們有生之年 就已經看到 真是光明 真是來到 好 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